228年假即将来到公路总局预估 27号将会涌入超过 16000辆次的梳花路郎南下的车潮 不过因为距离春节太近 花莲旅宿观光饭店的住房率只有5成 业者表示这是历年来最冷清的228年假 春节期间花莲受疫情影响 住房率退定2成 许多业者既望228年假 但是又因为假期距离太近 游客出游意愿不高 目前住房率只有4成 比往年下降了大约3成 目前228年假的定房率 统计来讲的话是达到5成 可是在2月27号那天有达到8成的住宿率 为什么会之前会有只有5成那么差 因为现在2月22号学生开学了 所以刚好又离过年的时间比较近 所以在这两项因素的影响的话 就是影响大家出游的那个意愿 那我们县府有没有针对228年假去push一些活动 228年假的话我们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太平洋公园 来看我们的太平洋灯会 我们有准备很好的节目来迎接各位旅客 民宿业者说今年农历春节假期长 距离228年假近 会出游的多半是春假返乡 年后才出游的游客或是家庭旅游 目前整体民宿住房率约5成 估计4月的清明廉假旅游人潮才会回闻 花莲观光饭店业者住房率也明显下滑 花莲县观光旅游商业同业工会表示 乐观期待最后几天能够回復成长 从去年的补助到今年的疫情的发展 虽然现在已经控制住 但现在的这个旅客他的心情还是有点担忧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用天气来弥补这个疫情的这个关系 记者林杰华人士采访报道